是天灾亦是人祸 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 威胁全球各地沿海区域 位于西太平洋的东亚地区更是首当其冲 气候临界点的第三集 新闻主播林启元走访台湾西部海岸 了解那里如何受到地层下陷 海水吞噬家园的威胁 当地人又如何因应这样的困境 云林县口湖乡的成龙村 有一种看似奇特的景象 这里的传统民宅比成人还要矮 窗台的高度则跟路面几乎一样高 但这并不是创意建筑设计 而是地层下陷的后果 在成龙村有许多像这样子的低矮房子 由于地层下陷 房子的地基已经低于路面大概70公分 而另外在路的另外一边 这栋房子也因为路面垫高 而显得异常的低矮 而且房子就紧淋在高涨的海水 地层逐年下陷 大海步步进逼 但一些居民还是选择守住祖先留下的房子 目前独居的李火圣老先生 每逢台风 强降雨等极端气候 就面对海水倒灌 雨水无法排出的威胁 要常常喝大水吗 要常喝 当年就喝 一定如果有时来碰一步 如果是山子不穿牛纳的 脚脚脚脚脚发光 就宫头脚脚脚脚就不了 李火圣带领我们进到屋内 讲述烟水时的情况 台湾西岸的地层下陷 主要是因为农业和海产养殖业者 长期过度抽取地下水 加上海平面上升 台湾频繁来袭 引发海水倒灌 租坟惨遭淹没 有些渔池和农田 更是长期积水无法耕种 化为荒芜之地 为了提高建筑物的防洪能力 关树基金会和政府合作 突破建筑法规限制 在成龙村建造了这栋高角屋示范民宅 以应对未来三十年海平面上升 加上地层下陷可能达九十公分的威胁 你如果垫高九十公分 这个三百六扣掉粮的高度以外 再扣掉九十公分 还有两百一 还可以作为停车人的使用空间 都没有问题 十几年来 成龙湿地从生态修耕的模式 转型成为湿地生态园区 关树基金会推展各项社区活动 与环境教育 与村民共同翻转家园 遭海水入侵的悲情 让村落与湿地共融共存 他们也邀请专家 辅导养殖业者以全海水养殖 之前从事模板业的锅栋 是第一个参与的养殖户 他说虽然纯海水养殖产量较少 但不论是文革 虾子还是湿木鱼 肉质更加Q弹鲜甜 虽然纯减水的就是 时间比较短 时间比较短的时候 风险就比较大 你用海水养殖的 计划比较好 有啊 我们现在就是都用在 我们的房楼里边 为了守护海岸线 拥有35个国家树艺师执照 人称众树女王的成礼仪 四年前接下任务 在云林的台西乡众树造林 希望能稳固沙地 抵挡海潮侵袭 慈心基金会的工作团队 首先在这里围出一个 续接雨水的生态池 接着利用特殊的设计 将下层较重的盐水排出 留下上层的雨水 慢慢地去除土壤中的盐分 接着再拉几公里长的水管 灌溉这里的树苗 特别要注意是耐炎树种这样子 成礼仪利用专利的水宝盆 种植树苗 以再循环纸浆制成的水宝盆 能收集雨水 利用红溪作用 随时供水给树苗 降低土壤温度 致在恶劣环境下种树的利器 椅子盆子破了 树苗都会得到它的保护 然后长得非常快这样子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 第一 节省人力 节省成本 另外又可以提高树种的存活率 存活率以及成长速度 至少两倍 然后又无二次公害 四年来 成礼仪和团队已经在12公顷的台西海原 种下4万棵树 将原本研化的不毛之地变成绿意盎然的湿地 这一片树林除了有稳固沙地 涵阳水源缓冲地层下陷的功能 也能提供居民一个休憩的生态环境 在这场地平线与海平面的战争中 除了地层下陷的人为因素 根据台湾政府公布的气候变迁科学报告 台湾西部海岸主要面对三个问题 第一 气温上升的速度加快 第二 极端强降雨的几率增加 以及第三 海平面上升的幅度高于全球的平均值 来到台湾北部淡水河出海口 台湾海洋大学的科研人员 正结束一天的河水采样工作 河水样本将用来研究温室效应气体的 释放跟人为活动的关系 学者表示 位于西太平洋的台湾 甚至整个东亚地区 在面对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威胁时 首当其冲 因为全球环流的关系 所以在大洋西岸的区域 它其实是会海水面的上升 会比其他区域来的高一点 在亚洲地区的话 其实台湾这个区域 其实是会海水面会上升的 比其他区域来的高 来的快 而且来的高 然后它的降雨是会增加的 曾小军警告 如果人类不快速减碳减排 当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达到临界点 它对全球气候造成的影响 将比科学家原本预期的更加严重 而且快速 他建议有关当局应该为海岸管理 做长远规划 你可以从20年30年前就开始做 让人民往安全的地方移动 就是也许是往高处或内陆 或是往高处移动 然后把这个能够处理的时间点 拉长的话 其实你相对面临到冲突也会下降 遭海水淹没的土地不可逆转 气候暖化的趋势也令人无法乐观 在大多数人觉醒之前 除了尽自己的一份力 或许你我只能适应 并尝试与环境和平共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